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实战课程 上一节课呢,我们介绍了一下Android Studio的一些公司里面常用的开源的插件,对吧 好,然后这节课我们介绍什么内容呢 这节课我们介绍这个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思维导图 我们介绍一下拍照的功能 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应用里面它都集成了什么功能 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机这上面,它有一张图片,对吧 它比如说这个就是手机,然后它这里就会有一张图片 然后我点击这个图片以后,就会打开一个照相机 然后我点击拍照,然后拍完照以后,把这个图,我拍的照可以截取一个图片 截取完成以后,然后给我设置,设置成我的头像也好 然后发个朋友微信圈也好,对吧 这个都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今天就打算追加一个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功能呢,因为是要在手机上面测试 所以我这边就先开了,把我的手机连接到的我的电脑上面 然后我们怎么给同学们演示呢 就这样,我这里安装了一个手机360助手 这里连接上了以后,我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 好,然后给同学们演示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吧,对吧 然后呢,我就点击我们的这个MyQQ 点击进去以后,是不是一开始这些界面都是前面讲过的内容 然后我们滑动,滑动,滑动到最后一页 然后点击开始的时候,它执行动画效果 好,然后我是在哪个位置追加了这个功能呢 是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点点我 点击我,就是打开照相机,对吧 好,我们点击这个button按钮 只不过公司里面很多时候用的是图片 好,然后这个呢,现在就是我的拍照功能 我现在是把我的笔记本拍一张照片 好,拍完照片以后,然后这里打一个勾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图片截取阶段,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把图片截取小一点 别让它占屏幕这么多 然后我点击保存 这个地方就设置了我刚才所拍照的照片,对吧 我拍照的图片 像这个功能应该是怎么实现的 好,效果已经给大家演示清楚了,对吧 那我就先退出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实现 首先,它肯定是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 首先,它肯定是一个button按钮,对吧 它肯定是一个button按钮 然后这下面这个是什么 这下面这个是一个image wheel 但是,当我点击这个button按钮的时候 就是执行它的unclick,对吧 点击它以后,它打开了一个照相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们打开一个照相的这个功能 它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我们打开一个activity 对吧 因为用户所有可见的东西都是在我们activity上面的 它不可能是sales 也不可能是content provider 也不可能是广播,broadcast receiver 它不可能是这些东西 它只能是activity 好,那这个就可以简化成什么问题了 这个就肯定可以简化成 我点击一个button按钮 从当前的activity跳转到可以拍照的这个界面的activity 对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activity的跳转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分析清楚了 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activity跳转啊 我们一般都是怎么样的 intent 好,然后class 对吧 setclass 这样来跳转的 但是我们在想 这个界面 我们有它的 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拍照的这个activity 它的名字叫什么吗 我们不知道 对吧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打开这个activity呢 这个就是用到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基础知识 什么基础知识 activity的连用启动模式 对吧 第一种 显示的启动 我知道它的名字 比如说activity1 activity2 我要从activity1跳转到activity2 我就可以显示的指定 它要跳转到哪个activity 好 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引识的启动它 通过action来启动它 那这个activity应该怎么找呢 我给大家两个思路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去看我们的安卓的原码 也可以找到 当然了 大家如果不想看原码 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如果不想看原码的话 我们只需要百度一下 好 然后搜索一个 要用安卓照相机 对吧 它这里 百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文档 它这里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 应该是这个 它这里面就会告诉我们什么 这里面就会告诉我们 它的action应该怎么传 对吧 好 然后要带些什么参数过去 然后启动方式是start for result 因为我们拍了照以后要得到这张照片 对吧 所以肯定是要要有那个请求码和结果码的 是这样的 好 那有了这个思路以后 我其实还做了一步 我把这个图片给它存到了我的SD卡 然后我读取的时候 我又从SD卡里面去读取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代码好吧 我们来到我们的代码 是就是来到这个界面 还是从最简单的我们的xml布局里面去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button按钮 对吧 然后一个imageview 这个imageview呢 给它设置显示区中的 然后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xml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面读 直接看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回事 fineviewbyd得到空间 对吧 然后set and clicknation 好 然后设置监听事件 设置完成监听事件以后 我是怎么做的 我是先把图片给它存到我们的那个SD卡里面去 这个方法在数据存储这一块已经讲的特别多了 我就不做过多个赘述了 对吧 用一个fail对象 然后第一个参数指定它的文件路径 给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指定到我们的SD卡路径下面 对吧 然后名字就叫这个名字 然后呢 我这里做了一个if判断 如果它有这个文件就给它删除 如果没有我们就去创建 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给它转化成一个UIL 给它转化成一个UIL 因为我方便用UIL来存储 对吧 Intent 用它的影视启动方式给它传一个action 然后影视启动的方式 然后带参数 像这些东西我都是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追溯过了 要吗 同学们去查原码 要吗就百度去找一下 因为这些在我们真正实际开发过程中啊 不会有人真正的是去寄代码的 比如说有人会去把这个背下来吗 怎么可能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呀 就是当我打开照相东门的时候 要寄一个action 好 我打开相册的时候 然后我是不是也要记action 好 然后我打开联系人的时候 还要去记action 我们这样记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记不了这么多的 我们可能只会记到比较常用的一些东西 只会记得什么 只会记得就是我们要去启动一个activity 我们是用显示启动还是影视启动 影视启动怎么启动 就是传action 对吧 然后还就是带一些参数过去 像这样做 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个相机程序的 它start activity for result 那我们肯定就要重写什么 重写on activity result 对吧 我们重写完成以后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什么程序呢 它还是有一个 当我们拍完照以后 它还启动了一个剪裁程序的 对吧 这个剪裁程序也是通过什么来启动的 也是通过影视的启动方式来启动 然后呢 它影视的启动 还是传入什么东西 传入一个UIL 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文件 然后这下面是什么东西 这下面就是我们通过 BeatMapFileGrate 它的一个工程 把我们的这个UIL 给它转化成什么 给它转化成一个流 转化成我们的InputStreamIO流 对吧 然后转化成IU流以后 然后再通过这个BeatMap的这个方法 给它转化成一个BeatMap对象 然后我们才能通过什么 才能通过这个ImageView的 SetImageBeatMap 好 然后给它设置上去 给它设置到我们的那个图片 让它显示出来 对吧 然后呢 我这里再重新连接一下我的手机 连接完成以后 我们来我们的DDMS下面 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文件目录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就是文件夹 是创建好了的吗 然后我的SD卡好像是在这里面的 我们找一下 它之前建的名字是叫 Image 好 我们带着同学们找一下 就这个名 是吧 我们是已经把这张图片 给它存入到这个位置了 因为为什么我们其实 这个又是涉及到前面的知识了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呢 是因为大家可能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有两款手机的话 就会发现两款不同型号的手机 就会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的SD卡的命名规则啊 它其实不是相对来讲 不是固定的 不是说就叫SD卡的 它有时候因为手机知道商的问题 它的SD卡 它可能就是SD卡0 好 然后它有时候会不在这个位置 也会在其他地方 所以每一个的SD卡的目录 其实每一款不同的 应该来讲都会有些细微的差别 所以我们在讲数据存储的课程的时候 要求是怎么样写 SD卡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指定的 对吧 嗯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